今天主角呢就是我面前这几张插片 他们的共同点是这都是静音插片 所不同的呢就是咱们今天这个主角叫做一路野这个插片 它的音量是所有市面上在售的静音插里面音量最小的 那咱还是一样别的先别的说先听一听我录制的视听 回来咱们再跟大家继续聊大家请听 咱先来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一路野究竟是什么意思 我问了好多这个广州的老客或广州的朋友会说粤语的朋友 解释都有几十种但大概意思呢一路野大概就是指一根比较粗的东西 但是这里面后面的含义啊各种啊每个人解释出来都不一样 比如说有的老师跟我说说这一路是一种量词一路的意思呢就是广多人说一根比如说一根古棒 他们说一路古棒是不是有这个意思呢咱也就不知道了 如果谁粤语说的比较好你又觉得自己比较有文采 能够翻译一个信达雅的翻译成这个白话普通话的 你给我们翻译一个一路野 一路野 他在市场上普通的精英插片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开头也说了就是特别音量小 大家刚刚听到我录制这个来如果你对比不是很强烈的 我摆了三片就在我面前 这个是大家平时最常见的普通的国产的这个精英插片 这个是美国产的知音的精英插片 这个是一路野咱们都听一听他这个音量怎么样 这个是一路野咱们都听到的 OK大家听了听 你也就知道这个这个差别是非常非常大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 就大部分大家现在买到的精英插片 市面上的精英插片是两个流派 一个流派是铁插片流派 也就是说这个插片是铁板做的 购买成品的铁板 然后裁剪成合适的大小 冲出合适的模型 这就是大家最常见的 常用的这种精英插片 价格了一般200块钱左右 有贵一点的卖到五六百的 但基本上材质本身不会有太大差距 就是一个铁插片 然后工艺上涂黄色 或者说涂成一个黑色 都是这么个意思 另外一个流派就是铜插片 这个流派 说是铜插片 所以这普通材料的精英插片 它这个音量肯定就远大于铜制的精英插片了 那么再看铜制的精英插片 就是都是铜做的了 那么这个上面开动的方式 开孔的方式 花纹的方式 也有讲究 自凡比较上档次的这种精英插片 大家注意观察 上面这个开孔 不会像国产这个精英插片 就是一种圆 呼噜呼噜呼噜 特别规律地给你弄上去 这肯定不行 它这个圆 你比如像知音这个 它是采用了大小不同的圆 装在上面 然后它的密度也不一样 越往中心 它这个密度越密 越往边上 它这个密度越疏散一点 一路也来采取了更激进的方式 它直接就不是大小了 它是采用了像小药丸一样的这个形状 然后也是做了长短 很多很多种变化 你知道它这个冲床 如果往下冲的话 一个变化就得至少有一个冲子头 说白了 那这就不容易 为什么像这种国产产片 它比较容易 它售价比较便宜 它就做一个冲子头 哗哗哗哗哗 就冲就完了 你这个呢 你就做好多的冲子头 它冲出来就麻烦 而且还在按照一定的规律 一定的变化 打乱它上面的这个振动 说白了就这么回事 声音就是这样 你越振动的越平均 那么这个声音就越大 你越振动越不平均 越不好振动 这个声音传递就越不方便 比如说苹果电脑 就有这么一个设计 最早年苹果电脑 还有风扇的时候 那个时候 叫什么M1294 那个型号 它那个风扇设计 就有一个独到的地方 当然现在大家都做了 就是它那个风扇的叶片 不是每一片和每一片叶片之间的距离 是一样的 它故意把那个叶片和叶片之间的距离 做成不平均的 这样人家在这个实验室里测试过 只要你把这个叶片做成不平均的 它这个声音音量就能小很多 静音插片 一样的道理 咱们说静音插片这个东西 静音插片 静音插片 咱别去管什么音色 这玩意就是谁音量越小越好 咱去讨论静音插片音色 这多少有点左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最早在知音出来的时候 很多人问我说买知音还是买国产 我推荐大家买国产 你听见了国产音量却是要大很多很多 但是话说来这个价格太贵了 知音的价格比国产的贵十倍都不止 所以我当时并不推荐大家买知音的这个产品 但现在这个一路野出来了 我就比较推荐它这个一路野的这个产品 为什么呢 当然是因为咱收了人家拍照费了 拿人的手短吃人嘴短 对不对 拿人的钱 体验办事 我推荐人家这个产品 二一个话说后来 它确实是所有的这个产品里面音量最小的 你静音产品 谁能做到越静音 谁就能赢 那您各位明君来都是聪明人 我这么一说 您也就明白了 它这个除了音量最小以外 肯定它价格不会特别贵 但是 但是 咱先别防止抬杠 它绝不是一百多块钱一套 这也没法做 它不是一种东西 那肯定它不是一百多块钱二百块钱一套 不是这个价格的东西了 但是除了这种铁材片以外 稍微档次上去的那个铜材片 它的售价也是比较便宜的 咱就说国内做乐器品牌的商家和生产工厂 经常常犯一个毛病 就先看鬼老做什么 先看外国人做什么 外国人比如做了一个金铁材片了 这个金铁材片上开的是圆孔 你看市场上 所有的金铁材片全开的是圆孔 然后那个材片上 最早沙兵出了一个带洞的这个材片 Evolution 它带的是个圆洞 所有国产材片全部都带那个圆洞 等着知音出了这种长条的洞了 配合圆洞了 所有国产材片全部都出那个长条洞 配那个圆洞 真的 我有的时候看到这个 我就觉得很难过就在这里 都是在材片上开口 你自己想点办法 你自己思考一下 那不说你说思考 那这帮人就一个办法 简单 那我给你画个正方形的 画个三角形的 真的你能笨到这个份上 就别弄什么乐器生产了 这实话实说 这真的 这话不好听 但这是实情 你去看 就是咱永远被人家牵着鼻子走 人家画个圆的 咱也弄个圆的 人家画个方子 咱也画个方子 千万别这么干 一路也这回这个 他之所以能为我表扬两句 就是因为他没有去选择容易的这条路 赵超就完了 其实你说 无非就是个疏密 他都愿意画这个成本了 他也开上大小不同的洞 和上一些疏密的排列就完了 没有 弄了一个小要玩的孔 这真是思考过了 目的就是我不想跟你弄的一样 我想弄的跟你不一样 最后来我想聊一聊 这个产片它更适合什么样的人 和不适合什么样的人 我除了自己用了这个产片 我还借给身边的朋友 也用了一下这个产片 那么大家告诉我的这个回馈来 跟我自己的想法 基本上是一样的 这个产片特别适合家庭练习 如果你家里面买了一套架子骨 已经配上了那个精英骨皮 配上这样的精英产片 音量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太大了 那你不如配这个产片 绝配 就这个产片配现在的精英骨皮 非常非常合适 家庭练习 这个是第一首选 第一它价格便宜 没有进口这么贵 第二它音量比进口的还要小 比国产的小很多很多 所以非常非常适合家庭练习 但是它不适合搞教学 你知道现在有很多古学校 它搞教学老师用的那套架 它是怎么说 它是正常配正常产片的 学生用架 有的学校它配的是精英产片 那么这个情况下 你千万别买这个产片 第一是教学用的架上 它配的是真骨皮 真骨皮配这个产片 它音量完全不匹配 就跟没装产一样 你还得有点产的声音 所以这个合适 第二是这个的成本 还是要远高于铁产片的成本的 你小朋友手上没轻没重 经常这个产片 基本上都属于是一号品 垂个几个月 这产片蜡一地 是常见 所以这种成本比较便宜 对于教学机构来说 铁产片还是更具有经济效应 但是话说后来 你想要在家里室内练习 这个是绝对的首选 没问题 它这个产片一套 是五片 一副十四的财产 一个十六的crush 一个十八的crush 和一个二十的ride 这一套活 那我们今天节目里 也不可能全放出来 放不下 其他的每一片 我都单独录制了试听 并且一套一起演奏的 也录制了试听 和其他品牌对比的 也录制了试听 大家还是一样 往下面划几个视频 就可以看到那些试听的了 如果你对 一路野这个品牌 还有其他的疑问 想要咨询的 那么大家可以询问 鼓众乐器的胡子 获得更多详细的信息 好吧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期再会 Peach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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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